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3日,星期六。我是如意,真扁時幣需要勇氣,更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按讚、分享,多點留言,和問下個Support Friends,幫助我們一起撐落。 最近,大陸網絡風傳,香港匯豐銀行從本月起,將暫停向非香港居民批出信用卡。 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內地信用卡客戶走數。有財經人士表示,大陸人已經成為高風險人群。 除了批出信用卡,在留言按揭等方面,銀行都備之側吉。 據報導,現時大陸居民在本港匯豐銀行開設個人帳戶後,只要傳入一定的金額,就可以申請一張匯豐的信用卡,無需提供額外的資料。 日前,內地社交平台上流傳,稱匯豐從8月1日起,將會暫停非香港居民申請信用卡。 懷疑與不少內地客戶預期不還款有關。目前匯豐方面還沒有做出回應。 今年6月,有報導指,匯豐、中銀香港、恆生銀行及渣打等本港銀行年內均出現開戶熱潮。 匯豐銀行首季在港級立超過13萬名新客戶,約60%為非本地居民,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內地。 而中銀香港去年新增約20萬名跨境客戶。 恆生去年非本地居民新開戶數則增長3.4倍。 對於網傳大批大陸用戶獲得本港信用卡後走數,導致匯豐叫停此業務。 不少網民給出五花八門的回應。 信用卡留比有信用的人用。信用對他們來說不過是講下,從來都沒有當真。 在利益面前信用什麼都不是,國家層面上都是這樣做。他們都是有樣學樣。 也有留言提及早年有大陸人來港產子,醫病,享受原醫療服務,去如王學,無恥自己。 還有網民搞笑說,不可能中共最講信用。 香港依然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不走樣,不變形,不信。 那麼高質量的醫食父母,那麼有米,怎麼會不還錢?分明是匯豐傷害十多億人民感情,跳撥中港兩地矛盾。 財經專家混水在混水財經網台節目中表示, 大陸人喜歡來香港開外資銀行戶口,並以此戶口作為照板。 在同一銀行旗下的海外銀行再開一個海外賬戶,未必個個成功。 但都值得一試,因此大陸人在香港外資銀行開戶的需求大增。 混水港,不過這些客戶近期被濫用,成為一個走資的工具。 好多人錄爆卡後走路,令銀行追不到數。 銀行不會因為你欠那幾十萬搞那麼多crust product 的東西。 支付高昂的律師費,走很多法律程序,因此銀行就有傾向去取消這些信用卡。 錄爆卡也有幾種情況? 一種是單純購物,之後不還卡數。另一種就涉及走資,即持卡人與商家達成協議。 錄完卡後,商家與持卡人拆帳。從銀行層面分析。 混水港,目前本樓價跌完再跌,好多單位淪為負資產。 金管局今年年初要求銀行不准call it。 那對於銀行來說,能夠屈的就是消費者的credit,又或者大型物業投資者的credit。 再縮減中小型或者上市公司的貸款。 那才可以保住整間銀行的保仔。 拉上保下,拉左保右。 在消費者信貸方面,高風險的非本港居民就成為開刀的對象。 他說,就算政府吸引多少高財通來講都沒用,銀行有沒有膽去按揭給這些內地客線。 既然銀行未必明確拒絕,但很大可能提供很差的plan,並且要求對方出示一大堆文件。 一是拖,也是叫對方知難而退。 因為銀行內部導致樓價會繼續跌。 假設有個新盤,銀行給了按揭,但兩個月後樓價跌了。 銀行又沒得colon,大陸人隨時可以走人,一了八了。 所以銀行,唯有對他們不友善咯。 香港恆生指數在今年5月升至19,600點後,持續走低。 近日跌破17,000點關口。 2日收報16,945點。 港交所曾經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股票市場。 如今走勢持續疲遠,不少企業退出在香港上市。 另一位不願具名的證券公司董事直言, 市況差到令他們連環賞都失去了。 據美國之音報導,隨著本港經濟轉差, 多間公司申請從港交所除牌。 這個對香港經濟來說,無異是雪上駕傷。 據香港交易所的統計數據, 今年上半年,從本港股市除牌的上市公司有19家。 其中8家公司是透過私有化退市。 涉及金額38億美元, 而去年同期以此方式退市的只有3家公司。 根據《日經亞洲新聞》報導, 今年上半年,還有14家公司即將退市。 包括法國企業歐蘇丹、香港企業超智能控股、 中國新華電視、A8新媒體集團等。 涉及金額高達85億美元。 遠超同期30家港股IPO總集資額的17億美元。 這是繼2020年疫情之後,首次出現如此多公司申請除牌的情況。 根據香港交易所的數據, 2020年全年共有24所公司申請除牌。 此外,1997年5月上市的香港企業、 建日集團,因為近年來業績不佳而決定私有化, 將於8月23日從香港交易所除牌。 坊間傳出,李寧因公司估值, 在香港市場被低估而希望私有化。 在今年3月的業績會上, 李寧僅議任何有利於投資者回報的方案都會考慮作為回應。 業內人士認為,目前疫情結束,社會恢復正常, 現在出現大規模退市的情況實為罕見。 香港資深評估人潘家榮認為, 香港和中國經濟低迷,帶動股市下跌, 企業在股市的價值偏低。 股東覺得,市場無法反映企業真實價值, 因此寧願以較便宜的價錢扣回股份,完成私有化。 他說,尤其股市失去集資作用,便很難再造公股, 上市再籌錢的用途。對於大股東來說, 上市已經失去了實質意義,所以決定離場。 這是市道不好的連鎖反應, 令原本成交量不高的上市企業,考慮下市。 一位不願意據名的證券公司董事也認為, 市況不佳,對於成交量不高企業來說是致命一擊。 市況差,令它們連幻上到失去了。 香港投資者的焦點是國企。 科技股和老牌立籌股,這三種股票以外的都不會太感興趣。 以往此類低價股在市況活躍的時候,每逢幾年都會被炒一次。 那時的股價和成交量都沒有現在那麼低。 近年來,港股單日總成交金額最高的日子是2007年10月3日, 當日的總成交金額超過2,098億港元。 在最近一年半,也只有2024年5月16日的這一天, 總成交金額再次超過2,000億港元。 其餘的日子總成交金額都是1,000億港元左右。 潘家榮說,雖然目前交易量還不算少, 但是港股越來越淡淨,比較少人參與是不爭的事實。 由於中美關係轉變有很多變量, 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扭轉這個局面。 由公屋中戶升來做六字居單位業主, 是不是就意味著生活水準都同步升了呢? 未必,日前有六字居業主於網上分文大新, 自己交出公屋單位,轉移申請扣入六字居, 本來以為會有更好的環境。 誰知對他來說,搬入新屋是惡夢的開始。 樓主直言,好不開心,壓力好大, 經常想,如果那時撤訂就好, 好希望所有東西回頭,回去提票錢就好。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樓主購買六字居單位後才發現, 新居有三大問題。 問題一,新居近市區吵吵, 戴耳塞都睡不到。 樓主指,以前舊居比較偏僻寧靜, 雖然沒這麼方便, 但起碼天天可以睡到鬧鐘醒, 但新居處於市區相當吵吵。 別說平日,就算是星期六日, 都是六點就被車吵醒。 搬入新居已經一年了。 這麼久以來,沒有一天睡過安寧, 戴耳塞都睡不到。 問題二,生活配套不如舊居方便。 樓主說,新居除了面積夠大, 其他環境,比如買送配套, 醫療等,都不給舊居方便。 我真是不覺得給舊居方便。 你可以說,我不置足, 但put in my position, 其實每天好之牛。 最不想就是飯家。 問題三,洗費大好肉赤。 樓主還表示,購買六指居做業主後, 洗費相當大。 他哭訴,每一次按揭給管理費, 地租差響,那時候就很肉赤。 就好像吃飯落錯命令,錯東西硬吃那樣。 要為不喜歡的東西硬吃25年。 還有大廈維修費、集項費。 想著一百年公屋都不是那麼多。 樓主感嘆,當初抽中六字居, 以為中六合彩那麼好運。 現時回想直至後悔, 中途加息都有打算撻訂放棄。 經常想,如果那時撻訂就好。 已經用了唯一的房屋福利, 所有路都已經被我倒死了。 真是只能夠攬住房子,過下半世。 好希望,所有東西回頭, 回去代表前就好。 鐵文引來網民熱議, 不少人安慰樓主,不要太灰。 改變思維想法可能會心情好好多。 日子總會過。 願樓主盡快習慣生生活。 平安順遂。 也有網民認為是習慣問題。 安慰樓主,到習慣了就沒問題。 比較市區方便出入。 地方又大了。 MTR又到達。 其實都幾好。 也有網民建議 六字和居屋比較大的問題, 即是供樓、交差響、維修費。 再不然,你都可以購買後五年賣出去。 然後再買私樓。 雖然近期樓價低, 但由於六字和居屋第一手訂價較低, 通常轉手都有賺。 還有網民也認同住公屋較好。 這位網民表示, 小弟是過來人,以前買過居屋, 最終因為供樓有壓力, 都是賣了重申請公屋。 始終是住公屋,比較輕鬆些。 而資料顯示, 鑽石山鐵道站邊的六字居項目啟鑽苑, 雖然地理位置優越, 但已錄得欲百宗塔定,對此。 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香港又要學別人泰國的潑水習俗, 但學員又說這個投訴,那個投訴。 原本是開開心心的活動, 來到香港就搞得要拉要鎖,要上庭, 都不知道為什麼。 話說生命男子, 被指在去年九龍城泰國潑水節期間, 用水槍近距離射向附警及TVB記載。 他們早前否認襲警及普通襲擊罪。 案件在8月2日於九龍城裁判法庭開庭, 其中TVB記者李天耀公稱, 當日她被公司指派到九龍城採訪潑水節。 同行的同事包括另一名記者和一名攝影師, 其中兩名記者均有穿著公司提供的黃色雨衣。 背面寫有Press字樣。 李天耀表示, 穿著雨衣採訪是因為Express一定會濕, 因為有人會潑水。 通常小朋友可能會用水槍射人, 或者用水桶潑水。 我都覺得純粹是玩笑。 李表示,完成採訪之後, 他需要在鏡頭面前總結新聞故事內容, 行內俗稱做爬。 期間有幾個人特別, 很近地用水槍射他和同事的上半身, 射得比較近, 用支水槍很近面部地射, 搞到他全身的三副鞋襪, 甚至內衣都濕透。 他及同事都未能進行報導工作, 是很大的滋擾。 說雖如此, 但事發冬日影片可見, 李天耀被射水期間, 認笑笑口。 對此, 你的解釋是, 因為我不想表現出一個我不專業的態度, 不想表現出我不滿意的一面, 否則對自己沒有好處。 而辯方就質疑, 為何你沒有即時報警求助? 李就表示, 當時覺得事態未至於需要向警方報案, 若不是警方要求去到警署落口供, 他都不會主動投訴。 而辯方指, 李做爬時, 站在運戰區的正中央, 當時沒有明文規定不准在該範圍互相追逐射水。 其實李大可以在人行路或者運戰區的以外地方做爬, 但他選擇在運戰區內採訪, 必然知道有很大風險會被別人射水。 對此李天耀表示同意。 而主辦方確認, 大會容許參與者互相偷襲。 另外, 被告之一袁子健的律師表示, 在泰國新年中向別人潑水, 在泰國文化中寓意祝福洗走不好的東西。 而且大會活動規則, 沒有指明必須要別人同意才能潑水。 而且互相偷襲, 玩是容許的。 時任九龍城居民聯會幹事, 現任九龍城區議員劉婉燕對此表示同意, 案件將下週一續審。 好了,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祝大家週末愉快。 詞 融字 公司ologue約分析中 第1個世紀節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